改成叫商演 当然现在这商演 那里头不能说山东快书相声什么都有了 现在这商演绝大多数指什么呢 拼盘演出 你比方说请歌手 请了十来个 你唱两首他唱两首 这就叫商演 所以一般对歌手来说 那商演是什么呢 他到这来了 最多也就唱三首歌 唱完了就走人 说这个刚才我们说 吴墨仇李戴墨这些人的价格 说三十万是指的 到这来打个照面 唱两首歌 这个价格 那么说这个市场 现在价格怎么定的 谁高谁低呢 我可以给大伙这个 说说这行业现在状况 我了解到的 一般来说 这个五十万商演出场费是个坎 过了五十万 那就是一线大半 一线大半有多少人呢 不多 除了这个香港那几位啊 像刘德华呀 陈逊呢 还有台湾的周杰伦 他们基本上商演 都能较到一百万往上 咱们说大陆这块呢 一般来说 刘欢 大英 像孙楠 还有韩洪 凤凰传奇 李玉刚 汪峰 张亮影 哎 这些都是出场费 五十万以上的 这个馅 咱们管的叫一线歌手 什么最近中国好声音一伙呢 刘欢的出场费 一百万往上 那应也能到这个馅了 你像这里头这一线歌手 有一些挺有意思的 你比方汪峰 汪峰一个人 一年的收入 等于其他所有摇滚歌手 一年的收入 因为我们知道摇滚歌手 你看有的名其大象推荐 他的收入并不是绝对的高 往往摇滚歌手出场费呢 没有一般的流行通俗歌手 出场费高 汪峰有个特点 他就模糊了摇滚和流行 你说我是摇滚 我有这份 你说我流行 你看我头发都剪了 我流行 所以说在这个一线大腕里边 汪峰比较奇特 而且汪峰勤奋 一年商演 哪哪都有他 汪峰演出收入包的原因 很简单 有拿着出手的作品 出道17年来 他完成了九张专辑 130首歌曲 所有课题 一首包办 保持了平均一年半 一张专辑的创作副章 18首年度精彤 十次次互加专辑 13场大型个人演唱会 共计100万歌连现场观看 同时 他的音乐风格 融合了摇滚的狂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这次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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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这些人是各个地方有那么多请他呢 这市场需求在哪呢 有需求 头一个需求你记住 我们知道好多歌手 这一辈子可能拿手的就那么一两首歌 哎他总有地方去挣钱去 为什么呢 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 我们说全中国2841个线 三线城市地级市好几百个 二线城市一线城 有的是地方 各地商品荣誉后春春 汹涌袭来 明星受邀 平平穿场 应接不暇 商品的市场有多大 是谁在成全歌手们的价格一生半生 老良观世界 为您深度解读 商品靠神仇 你就各地方走吧 走一个地方 这现 哎呦我现场看村南 又我现场看刘欢 他这个感觉好啊 所以他始终有这样需求 就中国地方太大了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需求 第二个呢 这个电视啊 把他们承去了 你看有不少过气歌手 你问问他上一次唱一首歌 新歌什么时候 可能他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现在早已经不活了 哎他也有饭吃 他到三线城市到小线城远去 为啥呢 这些人虽然歌声不行了 他总跑电视台 一整上个中音节吗 一整上个什么访谈 在小地方来看 这是个名人呢 哎呦 电视上的人到我们这来了 就电视把他承去了 包括中国好声音这伙人 也是电视把他承去了 为什么在歌地这么火呢 现在三十万出厂费 这等于供不应求 为啥呢 就是电视把他们的形象夸大了 现在一些孩子看他们 只要是他唱的 我就愿意听 你比方说他们翻别的歌 原唱我都不听 我就愿意听他唱的 所以这就电视放大的效果 把这些人成全了 再第三个网络 也造成新的需求 网络歌曲一红了之后呢 哎 很多地方年轻人愿意听这个 你看咱们 有个歌手叫慕容小小 唱什么爱情奶奶 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口水歌 这慕容小小出场费真不高 三万都不到 但一个月能接二多长演出 那收入也不低 为什么走到哪 他在网络上红啊 这歌一听啊 挺熟悉 哎 总有人喜欢他 那他就有地方邀请的 你甭管是什么 酒吧夜总会邀请 反正他有地方演 所以就是目前中国这市场 由于地方大 再加上咱们实时求是说 你也不能要求老百姓 音乐欣赏有多高水准 反正是 咱们老百姓喜欢的是什么 往往是明星 而不是歌曲本身 不是说要听歌 是要看明星的 你看他明气大 哎呦 他在电视上走出了 这明星情人愿意捧 不是说我真愿意听这歌 所以这个市场需求 非常强大 就把这些人一下子给捧起来 本次的追考 媒体的捧权 加之网络时代的造就 商演越来越多 花费越来越高 那么究竟是谁在为商演买单 老良观世界 为您深度解读 商演靠什么活 那么下半天 那给大伙说说 这出厂费这么多 那可不都是说是 捧的人给他钱 这钱从哪来 这就得说商演的钱 是谁来出 基本上两大支柱 大伙注意 一个地方政府 一个企业 咱们先说是地方政府 一向二线的歌手 经常跑的厂子 往往就是地方政府举办的 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某个地方 西花节 酒节 服装节 音乐节 牡丹节 地方政府要招商影资 招商影资要宣传扩大地方形象 最好的方式什么呢 就办一场演唱会 再一个都渴望这事跟电视台挂钩 你看各个二三线城市要办个什么解 要办演唱会 都希望这演唱会在当地的电视台播出 播出以后覆盖全省 我影响扩大了 所以这一类的呢 好多一线歌手特欢迎上这个地方 对个人形象有好处 还能上一回电视 做免费宣传 这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这种情况是最多见的 近些年 你可能在电视上经常看见各种地方性大型节庆演出 民路繁多 应接不暇 2011年12月 新华网发表的评论文章中称 大到服装节 旅游节 民歌节 小到樱套节 柿子节 蔬菜节 据报道 听贵州省某第一年冠以中国名称的节会 就有十多个 进歌星出场费 搭舞台 一次就好资几十万元 这笔钱通常由地方政府和本地企业共同承担 赚出了大价钱的政府和企业 却并不觉得冤 原因很简单 地方政府要推荐本地的资源与成绩 企业则愿意展现自己在当地的位置和实力 2008年1月29日 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发文 严禁政府有关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 用公团邀请演艺明星 大半节庆 并对政府有关部门举办商演 紧急叫停 2011年12月文化部下发 关于家长演出市场有关问题管理的通知 明确规定 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不得主办或者承办节庆演出 不得直接参与投资节庆演出 第二类那就是企业拿起来 有一种是什么呢 你比方说大奢侈品牌 国际品牌 那厉害了 一二线歌手都远去 有的小明星不给钱也去 轰个脸熟啊 还成自己品位 再有的就是企业呢 新产品发布会 企业的年会 企业的答谢演会 或者说就是为了扩大某种影响 我搞一场演唱会 而这种商演的形式 在所有商演形式当中是最主要的 最作见的 这些艺人赶这个场 当然呢 顶尖的外是不愿来的 所以企业赞助 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形式 企业来拿钱 这说明我们的商演演出呢 还没有摆脱过去的商会的形式 并不是我们认可这一种 完全的市场经济行为 所以你从这点来讲呢 说明我们的演出市场啊 不是那么成熟 它中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2012年9月初 张信哲 梁静隆 爱如潮水 洛阳演唱会 引发骂如潮水 原因是大量求